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山北索拿和这个还不一样 我对索拿不是特别的了解 索拿是 其实它也是一个外来的一个乐器 因为它是从波斯传入中国 在早期的时候 然后在咱们中国 其实我们中国各个地方都有 最广发就是在北方 比如西北 东北 河南 山东 就特别广发 在山北的话 它是不可缺少的一个乐器 比如红白喜事 它必须要索拿来提携 对 我看到电视里很多播放古代的片子的时候 有很多都是吹索拿的 对 对 对 那您学这个索拿大概有多久了呢 我学索拿 我八岁开始吹索拿 八岁就开始吹 那就是非常久的一个时间了 对 但是找大器事 就把索拿其实在中间 因为就丢了很长时间 因为就学了现代音乐 所以就把这个 学了现代音乐 对 然后就听了好久 学的是什么呢 我学的是流行军事 然后和其他管乐器 是这样子的 那你觉得索拿和其他乐器 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呢 在你心目当中 它索拿太多特了 你知道它那个声音是特别亮 特别的 对 多特 而且难度挺大的 因为它那个索拿的音种特别难控制 所以必须要有经常练习 经常练习 有很长时间的练习 你才能达到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出来才可以的 好的 我知道你是来自我们这个 红布华乐团的演作家 那我其实特别好奇 因为作为红布华乐团 是一个民族乐团 那索拿在里面 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在民族乐团 它索拿是其实特别重要的 因为包括是一些 特别是一些气氛上的东西 他们经常会听一些交响乐里面 它其实在起一个 其实是一个铜管类的 它必须要有索拿来体现这种高潮 步步这种 在乐团的话 它是分大索拿中索拿 这个是小索拿还是中索拿 这个其实是中英索拿 这个是中英索拿 还有一个小的特别小的 有特别大的 因为乐团必须要有各个声部的 那这大中小三个索拿扮演的角色 是不是也不一样呢 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怎么说呢 就是大索拿的话 它声音肯定是更低沉一些 低沉 对 越短它那个声音就越高 它中高音 它中高低音 不高 声音不高 原来是就是 这个管大一点的 这个声音就低一点 对 然后这个 越越小的声音越高 没错 因为大家都知道 它那个管越长 它声音肯定是越低沉 越短的话 它就是声音越高 好的 谢谢李先生 我们基本上对这个索拿 有了一点点小小的理解了 那现在呢 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 这个索拿的一些演奏技巧呢 索拿最普遍的就是 经常用的就是一些 比如说是滑声 比如说一些滑声 我给你示范一下 然后什么滑音 然后再就是 最基本就是单吐 双吐 然后 然后 然后弃顶音 就是这时机场 就是在最基本的一些 索拿的一些 一些吹奏的技巧 那这个 这个练熟技巧 大概需要多久 这个 需要 很长时间 很长时间 对 特别是 有的人 它的舌头会 好用到它 就特别打花 那个声音它是比较难发 就是发那个俄罗斯他们的那个 那个 你可以吗 你可以是 这个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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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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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上半年以后 半年以后都不行 半年以后都不行 因为它那个舌头 对它就找不到那种发 的那个声音就出来了 再就是气点 因为它却靠那个气力量 靠这个舌头的力量去 对 我是要冲 气冲 我是要冲 你这看起来还不是每个人都能学的 这里边得有天赋 是吧 也不 其实 经常练就好了 经常练 因为它是 其实还是没有找到那个 好的那个 点 假如说你能掌握的话 其实练起来还挺快的 有的人它就是 它就可能就是接受 比较慢一些 它就是需要很长时间去 去练习才可以 那在你看来 索纳是不是比其他的管学院 要难一点呢 我觉得难很多 难很多 你比如说吸氧乐的话 它对 它都是配置好的 配置好的 一个是没有问题 哨片是没有问题的 你索纳你这个都得自己调 每一个也做索纳的 它的习惯不一样 你这哨片都要自己去修它 首先你要会修哨片 对 然后适合你自己的一个习惯去调折它 那这个很麻烦 最佳 对 最佳 不是一套 是只要吹就可以了 对 它不可以的 然后就是你必须要细调 细调 它也没有就是像西洋人 那么标准的配套 你要很麻烦 反正就比较麻烦一点 好的 那我们这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学的 那下面呢 我们就想听一下李先生来给我们吹那么一段 比较经典的你给我们录一首吧 好吧 好的 谢谢 我吹一段那个因为绿雨20号那个红浮空话乐团就是演奏一首花图琴 好 我吹前面一段段 那这歌有什么特点呢 它是一个西北的曲子 比较寥寥 西北的曲子 对 这个花图高原的曲子 好 好 欢迎欢迎 请不吹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我感觉这个东西对气的要求很高 我看你一口气很长很长 这个是要练的吗 要练气 索纳 其实它给人感觉其实很费力 但是索纳其实它并不费力 它是别气 就是别人 它是用单甜的气 气出单甜 然后这样子 对 然后就在索纳上的话 就是在一个技巧 就是一个循环化气 就是不间断的 就是不间断的 一直吹 对 不停的 不停的 就控制好一口气 对 然后分三段 分四段 对 然后就是靠鼻子吸气 然后吐气 这样的循环 也是一个技巧 对 这真的不容易 因为感觉就是听 你听取的时候 你觉得听别人吹 不是很难 但是其实你自己去掌握 其中的每一小拍 每一点都是非常难的 对 索纳的就是细节控制 比较难一些 因为经常练习一些 细节上的东西 掐肉硬 其实挺大的 就是需要你的一个 它就是功 你用于功夫到那 内功 对 因为不常练的话 就会出一些小问题 对 李先生刚刚说 就是接下来 会有一个表演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绿儿潮是 后风华乐团的 一个大学的 一个民族音乐会 在哪里 这个由艾比利老师知道 其实要不太知道 好的 我们非常期待 会有各种各样的民族乐 你也会出席 我就是 对 当然这个索纳裙子 花童琴这首曲 所以我要抓紧练习一下 这个裙子 好久没吹这首曲 好的 谢谢我们李先生 那最后我们想问一下 因为您是 恒风华乐团的 那恒风华乐团 未来的发展方向 是什么呢 主要是 培养我们这边的一些 就是我们这些 华乐的一些 民族乐手 而且有的 家长特别支持这个事 因为我现在有 有几个学生 他们家长特别的 就是学个索纳吧 你说现在这个 你说学索纳的 还是真是挺少的 然后有个小孩 现在学了半夜朵 这挺好的 我也特别喜欢他 然后家长特别支持他 就说现在就是通过这个平台 然后就让我们就宁愿去 再继续继续培养一些 好的人才得出来 对 好的好的 谢谢李先生 谢谢今天给我们带来 那么精彩的索纳曲 也希望你们这次 《红风华乐团》的演出 顺利圆满 对 谢谢李先生 谢谢今天观众朋友们 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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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